话不多说咱们开始 神庙的右边呢是有一个宝箱的 把它打开之后 我们再回到神庙的左边去 转动这个大转轮 就转一下就可以了 它那个激光灯呢就会绕一大圈绕过来 一直绕到神庙右边的这个小台灯上 我们就暂且叫它小台灯吧 然后这个水位就会升高 这个时候拿出我们的制冰机 在中间弄上两三个冰块 反正就利用冰块走到台灯那个地方 在台灯的旁边放上一颗炸弹 这个是为了我们要拿第二个箱子做的准备 然后开始游泳 游到那个小房子里 好游到小房子里之后呢 就在小房子的这个角落里 再置一块冰 因为只有在这个角度 我们才可以比较容易的射到对面的那个小台灯 拿普通的木材射一下就可以了 好 射完以后瞬间这个水就下来了 再拿铁桶去把机关给它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 先不要急着直接通过什么样 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二个宝箱 就是在台灯旁边的那颗炸弹 现在我们把它引爆 引爆了以后 这个水位又会上升 然后上升了 我们就又利用那个制冰机 再去拿上面的这个宝箱 我们就在这个宝箱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